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公司标准的形态伸展线 到客户现场的安装方法 现在首先 我们是先要找一个机准面 或者墙面来确定设备的位置 以及画一条中心线 来摆放我们的设备 首先我们先要找一个机准面 以柱子为机准 以柱子的面为机准 然后我们找一个两米的平行线 做个标记 然后我们再确定第二个点的位置 还是以同样的方法 以柱子为机准 到两米的位置 画一个标记 做好记号 中心线的三个机准点 我们已经标注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用一条直线 把它连接起来 画上虚线 然后等候设备的中心线 就要和这条线对齐摆放 首先我们现在来找一条线 把它三个点连接起来 如果现场有那个红外照射仪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红外照射仪 也是可以的 现在把三个点用线连起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点的机准面 然后我们以第一个点 现在拉直线 首先我们把线的第一头 放在第一个标点上面 然后线的另外一头 我们再放到第二个 到第三个标点上面 用线把三个标点连成一条直线 我们要确定三点一线的 这条直线一定要拉直 拉紧 然后以线的为机准 我们画一条虚线 接下来我们再来标注出 设备的中心线 中心点 寻找我们设备的中心线 一定要以机架下面的两端 寻找中心 机架下面两端是710个毫米 取中间值就是355个毫米 然后做好标记 我们再来标注主机前面的中心线 也是给后面同样的道理 首先我们起掉主机的时候 我们的吊钩上面 一定要吊带打一个结 防止它的主机有偏心 然后我们在挂吊带的同时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50的圆缸 作为基础 吊带挂的时候 这边一定要留的距离 因为吊带崩直的情况下 要把风机的保护 测试要留出来 隔壁这边也是 我们吊庄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吊带 不能挂到电柜 做一个安全的防护措施 再加上后面 主机后面 我们采用的是25的圆缸 做一个吊环装置 这个一定要就是说牢固一点 吊在这个减速机的一个吊环上面 我们先起掉主机的时候 先慢慢起掉 离地面 先起掉少一点 要确保主机的平位 我们在起掉较高的起掉 或者是挪动位置 然后移动的时候 我们要先检查 主机周围 有没有遮挡物 障碍物 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有两到三个人 就是扶着它去移动它 平位的移动 现在我们先把主机 放到我们地面的中心虚线上面 然后对准主机前后的这个中心线 我们确定好主机和地面的中心线以后 然后把航车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 然后确保周围的人员安全 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放下航车 对准中心线 现在我们对于主机的中心线 和地面的中心线 做一个微调的动作 首先我们把吊带 挂在减速器的另外一边 然后慢慢的起掉它 起掉少一点的 然后来左右调整中心线 调整之后 慢慢的放下 确保中心线 给主机的中心线 给主机的中心线对值 确定好主机后面的中心线以后 我们再来确定主机前端的中心线 和地面的中心线 也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掉主机的单边起掉之后 然后一定要注意 风机的不要勒住 然后再慢慢的起掉 调整我们的上下中心线即可 我们下期再见